说起肝脏的重要性,肝脏不仅仅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之一,还是最大的消化线,可谓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代谢工厂。 它这一生有将近500多种工作要做,且这些工作还是不同的,往往它有着修复的特点,但人们不能因为这样,就肆意伤害它的健康。 从相关的调查数据上来看,中国患有肝脏疾病的人群越来越多,甚至是在统计上发现,患肝病的人群总数已经超过了4个亿,让中国成为了肝脏疾病高发的国家。 这个数据,给我们低质量以及紧凑,那生活敲响了警钟,因此,伤肝的行为别再有了,那熬夜算不算呢? 事实上,熬夜也会对肝脏造成伤害。 大家想一想,在长时间睡眠不足,以及睡眠质量不好的情况下,一体的各个器官组织,都会受其危害。 肝脏也自然而然,在受害者的行列当中,所以,护肝的首要事情,就是比熬夜。 除此之外,比熬夜还要伤肝的,还有以下这三件事,奉劝你别再做了。 比熬夜要更伤肝脏的习惯一,吃高脂肪食物,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代谢产所,它还负责三大营养物质的代谢。 其中就有脂肪,可想而知,当我们长期吃高脂肪食物时,虽然这些食物在被摄出机体之后,显示通过肠胃消化,但随后的物质便会到达我们的血液,之后是肝脏。 在这样巨大工作的面前,再加上脂肪,长时间下去,在代谢不了脂肪的时候,就会沉积在肝细胞,最终增加了脂肪肝的发生概率。 因此,肝脏的健康,也是需要我们维护的,不仅仅要烧熬夜,饮食也需控制。 比熬夜要更伤肝脏的习惯,摄入酒精过量,不管是哪种酒,或者是含酒精的饮料。 大家都需注意的一件事就是,按照健康的标准引用,男性摄入的酒精量,在一间中别超过25克,女性摄入的酒精量别超过15克。 但往往很多人都达不到这个标准,一喝起来就控制不住自己,这样就会让酒精中的代谢产物以权,对肝脏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。 在这种恶性的循环下,增加酒精性脂肪肝,肝炎,甚至是肝硬化等危险。 比熬夜要更伤肝脏的习惯三,乱吃偏方,对于肝脏已经是不健康的人群,会因为物性肠炎而使用一些补肝的偏方。 尤其是中草药类的,有很多是有毒性的食材,而肝脏它承担的工作中,不仅要负责代谢,还要解毒,这样反而护肝不成。 还会在无形当中对肝脏造成损伤,得不偿失。 如果你真的想要保护肝脏的话,在肝脏已经受损的情况下,最好去进行诊治。 你的肝脏健康怎么样?平时会做以上这些习惯吗?不妨在中留言,分享给我们的营养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